8月31号是各校的开学日 也代表暑假结束了该收心 为了让小朋友开心上学 正义国小开学日 一大早就来了两位超龄的学生 明媚跟成哥 高高兴兴的走进正义国小和学生打招呼 和学童开心拍照 身为明媚成哥的大家长 也就是名城有限电视董事长徐雪芳 也来学校现场发送开学爱的礼物 祝福学童快乐学习 校长徐瑞芬表示 正义国小以健康快乐成功心 精致温馨正义情为学校的愿景 希望小朋友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名城有限电视 名城有限电视用心贴心准备开学惊喜礼 Q版可爱的纯钱筒色彩鲜明 可以画画的粉蜡笔 读书画重点的亮亮的闪光笔 鼓励学童多运动 长高高的可调式的跳绳 丰富的礼品就是要带给我们学童欢喜 让第一天进学校的先生 卸下忐忑不安的心情 高高兴兴来上课 明媚成哥这两只开心宝宝 一现身校园就引起骚动 以一曲轻松活泼的捏泥巴 带动小朋友捏捏捏捏捏泥巴 捏出幸福家庭轻快的带动跳 借着开学活动协助新生适应学校 熟悉环境 校园内大小朋友和乐互动 欢笑声满校园 先学习的开始 这一国小非常的感谢 明晨电视台的徐学邦 徐董事长带领他们整个团队 到我们学校 也把明媚成哥 一起带过来 带给让小朋友在新学习的开始 就能够感受到新学习的活力跟朝气 这次他们也精心的准备了一些学用品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小朋友都玩得都很开心 我相信在新的学习 大家一定是能够在学习上面 能够更加的有利 那也谢谢明晨的团队来给我们学校带来这么多的欢乐跟一个活动 那给小朋友有像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本台董事长徐雪芳表示 在开学的时候 今年明晨团队来到优扬月音的许瑞分校长用心带领的正义国校 是一所很棒的学校 明晨精心挑选开学礼物来伴随孩子第一天上学可以有正能量的心情 意气风发大步跨进学校上学去 让孩子快乐学习平平安安的健康成长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来到这一国小 跟大家一起开学 那雪芳阿姨今天带着我们的电视宝宝 室里面跟肯科来跟大家一起上学 那我们已经准备了开心的礼物送给大家 我们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来上学 那快快乐乐的学习 在这里我带着表明晨 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开学愉快 祝我你们的一个新的开心 谢谢你们 谢谢 正义国小校长许瑞分表示 目前学校正积极定定 建制软硬体更巩固更完善 复合式球场将完工 未来可以提供学生更开阔的活动空间 让孩子在得智体群美舞欲 都能有机会获得发展 开学同时祝福我们的小朋友 以健康快乐成功心 精致温馨正义情 迎接新的学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